巴以新一轮冲突仍在持续 目前已造成双方逾1600人死亡 6000多人受伤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0日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一位高级官员称 哈马斯已经实现目标 愿意与以色列就可能的停火进行讨论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资料图图员外媒 报道称哈马斯高级官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电话采访 当被问及哈马斯是否愿意讨论可能的停火时 马尔祖克称哈马斯对此类事情和所有政治对话持开放态度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外媒此前报道 7日清晨 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起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 哈马斯方面称发射了约5000枚火箭弹 与此同时 几十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潜入以色列境内 在多个地点发起袭击 共同展开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行动 以色列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被加沙地带哈马斯目标发起代号铁剑的行动 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后 多国发声呼吁双方立即停火 开启谈判 8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巴以冲突升级表示 中方对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 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立即停火 保护平民 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9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 在莫斯科会面时一致认为 任何形势的暴力 导致和平居民伤亡和损害的行为均不可接受 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和暴力行动 并开启谈判